首相杜马哈迪今天宣布 国家元首已经同意 将会特赦公正党徐权领袖安华 后来他会充满在政策上 消息一出后 媒体蜂拥围堵在吉隆坡 交赖康复医院外 希望可以捕捉安华 恢复自由生的历史性一刻 也有民众披着公正党旗帜 手里拿着力挺安华的看板 耐心守在医院外 多名公正党领袖陆续献身 不过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和公正党全国副主席西华拉萨 异口同声强调 安华不会在今天获释 特赦安华的司法申请工作 目前在进行中 预料还要耗时几个星期 安华妻子汪阿兹莎今天也到医院探访丈夫 她表示安华目前显得精神异议 汪姐说虽然不知道安华几时获释 但她希望下星期丈夫就能重获自由 虞仄同学 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也透露 西蒙各成员党领袖 今天将陆续到医院和安华商议 重组新内阁的事宜 拉菲兹说 由于他还有官司产生 所以在组成新内阁的事宜上 他暂时只会扮演从旁协助的角色 此外西蒙总秘书赛夫丁也透露 安华对西蒙胜选感到非常开心 赛夫丁强调 西蒙将尽一切努力 让安华能够早日回反政坛 包括重回到原本的位置 不过他并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官职 联邦法院是在2015年 判定安华在第二纲交案 醉重入狱 并将在6月8号出狱 NTV7刘湘林 财宝道